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大家好 最近有绑菲律宾需求的朋友要注意了 eTravel它又有新的版本 来让我们进入到它的网站 它的网站是etravel.gov.ph 那这个最新版本呢 它已经有把流程简化很多了 我们现在从这边开始 菲律宾护照 外国护照 然后呢你是走航空还是走海 然后你的email email再key in一次 然后continue 两个email都填好之后呢 continue 进入到下一页 然后这里有一个 email都填好之后呢 左边这边有一个要打勾 好 然后I agree continue 进入到下一个章节 上面写你上面的资讯呢 要跟你护照的名字一模一样 到这一页之后呢 就是要写你的名字 中间的名字 姓氏 右下角这个就是 什么第二世 第三世 第四世 第五世 就略过 然后你的护照号码 性别 生日 公民 看是哪一国的公民 看是哪一国的公民 然后在哪一国出生的 挑一个 然后你的电话号码 全部都填完之后呢 按下一步 Next 如果你还有第二个地址 那就再填 那一般填上面这个就可以了 填完之后呢 再继续往后面 Next 然后你到达马尼拉的日期 从哪一个国家来 你旅行的目的 那你持有的签证是哪一种 然后你坐哪一个航班 航班的号码 要从哪一个机场 入境 这里挑一个 那马尼拉就是有T1 T2 T3 那其他就是一些可能 比较 其他地区 那你就看你要从哪边 出来就是挑一个 然后你的座位号码 这个就不一定要填了 那你全部填完之后呢 往下一步走 然后你填滑航之后呢 他就自己跳出这个T1 那这个座位的号码就看你要不要写不写没关系 然后就往下一步走 Next 接下去这个是你来到马尼拉之后呢 你要住在哪里 饭店度假村 第二个是住家 第三个你只是一个过境 然后这个就是写Hotel 你就是写你饭店的那个饭店的名字 住家的话你就是 就是田 你在住在 菲律宾的哪一个省份 这边 那马尼拉的话就是叫做NCR 然后他有分第一区 第二区 第三区 跟第四区 马尼拉的话是在第四区 那其他就是一些其他的地方了 好然后地址 住址 然后你的电话 连络电话 填完之后呢 再往下一步走 填完之后呢 Next 然后这里比较重要的是就是 这里会问你第一剂跟第二剂 打了什么品牌 的疫苗 还有什么时候打的 然后第一 第一个部分呢 就是你疫苗是什么时候打的 然后疫苗的名字 然后疫苗的名字 这是中国的 这是那个俄罗斯的 然后没看到高端的 所以我也不知道打高端的人会怎样 然后你就挑一个你打的品牌 然后你就挑一个你打的品牌 我是打AZ AZ 所以就是这个Astra Seneca 然后呢你这30天内呢 有去过什么地方什么国家吗 反正它这个是造字母了 台湾就是在比较T就在那个S的后面 好 然后呢你这14天有接触到一些有症状的人吗 最后呢这边就是问你这14天内有没有接触到有症状的人 然后最后一项问你这30天内有生病吗 No 然后往下一步 那最后一页呢就是你刚刚填的 你就整个在检查部 如果是都是正确的那你就是按这个Submit 那就完成了